好,大概这样一来,雨的制作就已经完成了,还是比较简单 好,接下来我们对整个场景加上离子进行渲染 我们先看一下,因为离子是具有运动模糊,所以说渲染出来的效果是比较好 现在我们把场景放开,因为我们之前用了这个辅助 用了这个辅助,它针对于是全体场景的运动模糊 所以说是我们要把没有具有运动模糊的东西先关掉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原理 隐藏,待会全部选中,它是不具有运动模糊的 将其全部关闭,改为0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加上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好,好,就来看一下,加上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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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s我们有点可不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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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re we go,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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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крутят,好, bike,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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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会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通道 这些地方就是它的雨 这个雨下的有点小 我们可以让它下大一点点 这是无熟 这是可以的 高风雪 让它下50% 70%吧 一样的 都是可以 现在基本上就看到 雨天 阴天 雨天的效果 阴雨天的效果 这个已经出来了 再来看一张 好 这整个英语天的场景讲解就已经讲解完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 逼真的再现水滴打在地面上建起的连移 这个是现代动画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 也是我们必须去掌握的一种动画表现 现在我们把它进行存盘 存一下 我们存成2010的格式 因为这款插件 因为我说的这个 它将借助于一款外挂插件来实现 雨水打落地面上建起连移的效果 这样更能真实的再现 英语天的整个氛围 它不支持 至少我知道的是 它不支持2012的64位 但是它支持的是2010以前的所有版本 我们将它成为2010的格式 在做之前 先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看一下我们这款插件的具体使用方法 当然2012是不能做这样一个事情的 关闭 这个也关闭 现在电脑有点卡 打开2010的6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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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2010的也可以 感谢观看 好 我们打开了 打开以后 现在我将把这款插件告诉给大家 好 我们打开百度 搜索联谊插件 这个地方有水滴联谊效果插件 是基于MAX的一个外观插件 它能真实的模拟水滴 雨水打落地面 争取联谊的效果 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去下 告诉大家 它有64位版本 有32位的版本都有 但是目前为止 我收到的版本只支持2010 所以说我们拿2010来进行讲解 下载完了以后 它有若干的 一些安装说明 包括怎么使用 一些安装说明 安装也是非常简单的 在这里 我已经安装好了 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我们打开MAX以后 在顶次图中 任意创建 一个地面 任意创建 有上地面 附一个材质 怎么样都行 随便附一个材质 附一个这个也可以 黑白的材质也可以 没有问题 我们给它一个材质吧 还是 给它一个比较清晰的材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材质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付给它 一个材质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渲染材质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现在我建立一个刚才的雨水离子 也就是我们的暴风雪 将其移动到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都是刚才给大家讲过的 100 100 随机变化 负的20开始 结束是在100 130 30 离子收命 我们让它在这个地方就已经结束 好 就这样一个效果 给它一个相机 给它一个相机 现在我们利用安装的外挂插件 在修改命令面板中间的123456第六项辅助物体 选择最后一个particle 有个PVS 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 拖刷一下 新建一个 太小了 现在 200 新建一个 我们用PVS去绑定离子 记得是PVS去绑定离子 好 绑定了以后 它就已经 上面就会有一个 记住一个是PVS去绑定离子 现在 我们点选PVS 单击 你要产生联移的 D面 单击一下 这就上去了 将它的反弹 我们可以改在1或者改在2都可以 然后它的 随机反弹随机 我们也可以设置为10 也可以设随便设置 设置为40% 这都可以 没有问题 现在给它一个材质 给离子一个材质 还是红色 并且在这个地方选择的时候 我们将它选择球体 并且球体的大小设置 设置一下 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渲染一下 就是若干个球体 对吧 看不到了 10 10 25 大概是这样 然后给它加入运动模糊 还是把EFT 运动模糊 并且给它运动模糊 这效果 这效果 给为1 都可以了 现在它要打落地面 并没有产生连移的效果 对吧 好 现在我们打开M 编辑器 拣选 我刚才要表现的这一块地方 它是运移的这一块地 先把它改一改吧 我们用一个灰材质代替 这样看得要清楚一点 现在我们在它的这个 拗出选项当中 给它一个 Particle Water 就是它指定的一个运移材质 现在我们再次渲染一下 因为没有打到地面上 看不到 现在我们就会看到 第一针的时候 是没有打到地面上 所以说它不会产生连移 后面它是打到地面上了 所以说它产生连移了 现在我们调节一下 连移的大小 调节是1 强度 这个是 在这的时候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 上面的最小连移5 最大连移50 取个最大和最小 连移的速度 连移的圈速 1 这些都是可以自己调的 速度 5 全是1.2 0.2 现在有时候这边看的不是很明显而已 现在的话 它就产生联移的效果了 然后我们将这个材质改为刚才所要用的大蓝色材质 这地方调节调节一下 与其材质 所以已经调节好了 我们可以不渲染离子 但是我们要看到连移 所以说不需要的类子 看到连移 不让相机可见 不让相机可见 看到连移了 这就是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随便给任意材质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这样也能 也能看得到连移 纯色更容易看得到 给个 给深色 这样看的是比较清楚 大家就利用这么一款插件来说 几个简单的测试方式 我们就能把这个效果做出来 现在我们再给他一个灯光 那如果不开阴影的话 他就没有阴影了 他就是只有连移的效果 所以说在这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知道 怎么来做这么个东西 我们也可以让他产生更大的更多 现在这个连移的非常明显了 到处都有 浴水少了下来的效果 像这个改成白光 大概就能做出这么一个动态的效果 基于这个效果来说的话 我们刚才的那个场景 也可以依靠这种方式 做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现在我们将他的机械打开 我们将他的机械打开 依然都是可以出这个效果的 是比较好的一个操作方法 然后我现在不用这个灯光 再看 因为没有照亮场景 所以说是看不到的 好 用这种方法 我们把我们的场景打开 我现在要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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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